一台台吉普車掛上抗議布條 開在台北街上 拿著大聲工大喊訴求 他們全都是八大行業相關人員 抗議民眾全部穿上白衣 站在各條街上 高舉布條騎聲喊 讓我工作 由於抗議人數眾多 急在道路兩旁 大批員警也立即到場維持秩序 雖然疫情逐漸趨緩 各行各業陸續解封 但八大行業從五月中 疫情爆發進入三級警戒後 就全面停擺 直到現在人無法開業 已經找了很多店家 也跳樓了很多個小姐 不是只有你們政府官員怕死 我們比你還要怕死 八大行業被迫停業五個月 許多人對市經濟支柱陷入困頓 不過指揮中心指揮官陳之中 依舊表示維持原狀 我了解他們的一個困難 不過在防疫期間 也只好請大家多忍耐 我們還是一步一步的來 八大行業相關公會 六號發起抗爭 租用十二台吉普車 從民族東路 臨森北路口 一路到市民大道口 表達副業訴求 希望政府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讓八大行業重啟 恢復以往生活 記者SNG小組彭新美 台北報導 臨森北東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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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野 楊北東路口 屯心運動 腦級